打败全小区的卫生间 太干净的土 每次清理淋浴房拉草就头疼 关键喜欢享受冲凉的紫豪 一不小心就水泪停下 小强还时常出来凑热 适合忍受 实在忍无可忍 于是找来来装修神器助小王 点设计我家 搜索小区名 瞬间匹配户型图 免费生成了我家的3D设计图 1.不做占地的避看 费工费钱 而是墙面提前开槽 嵌入瓷砖做个板 造架时会实用省空间 2.不装普通花洒 水自难打理 而是提前预买管件 安装入墙式花洒 好打理更高级 3.不做难看的挡水条 紫豪一不小心半途 也不扑拉槽打理时 缝隙藏屋纳沟纳打理 而是淋浴区下沉4公分 再铺大片条形防滑砖 端头不做一个下水孔 而是装两根75下水管 搭配长条形地漏下水块 防堵防臭 洗澡水不外流 4.不装传统淋浴门占地不使用 玻璃上的水渍超级难打理 而是气扮墙做壁砍 上面放纸巾和手机 下面放纸篓和清测工具 再把台面延伸至马桶后 增加置物空间 上方做玻璃隔断 旁边安装平开门 打造满分淋浴间 5.顶上给紫豪安排凉把和排气扇 紫豪添热银厕索也不烦 上面安装垫热毛巾架 及时烘干才健康 台面摆满了洗漱用品乱糟糟 不如墙面掏一个洞 嵌入壁砍做收纳 洗漱用品好放又好拿 关键释放了台面空间 卫生间这样设计 不打败小区没道理 最后看一下空间整体效果